大家好,欢迎光临大鱼食堂 今天我们来做个紫薯夹心面包 300克高筋面粉 3克盐 15克奶粉 没有也可以不加 30克糖 先混合一下,防止奶粉结块 再加4克苏发干酵母 一个小号的鸡蛋 打散 留一点蛋液最后刷表面 75克鲜奶油 125毫升冷牛奶 也留一点在揉面的时候 根据面粉的吸水性做调整 厨师机先慢速把面搅成团以后 再加速打到扩展阶段 可以拉出结实又均匀的薄膜 这个面团你可以直接拿来做吐司 把面团整理一下 室温发酵到两倍大 一个蒸熟去皮的紫薯 切块 用搅拌器打成泥备用 发酵好的面团 取出来排气 滚圆 松弛20分钟 擀成一个大的长方形面片 大约40乘以25厘米 在三分之二的表面 抹上100克左右的紫薯泥 三折 捏紧边缘 尽量不留气泡 再把面团擀开 如果擀不开 就先松弛10分钟 按照模具的长度 切去两边不规则 切去两边不规则的部分 剩下的切成条 顶端不要切断 把每一条都扭几圈 把切下来的两端 藏在中间卷起来 收口朝下 放在长度25厘米的模具里 在温暖湿润的地方 最终发酵到两倍大 这个发酵程度 是比吐司要低的 提前把烤箱 预热到170摄氏度 或者华氏340度 在面包表面刷一层全蛋液 放在烤箱中下层 用上下火 170度烤25分钟 表面上色后盖上锡纸 表面金黄 内部松软又有层次 口感比吐司要扎实一点 是个漂亮又好吃的面包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评论转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